日前在加拿大召开的一场会议上 中共间谍问题成为场上的焦点 前中共国安谍报官李凤志通过视频对与会人士表示 中共想盗取外国的商业机密 想方设法找外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中共说话 中共间谍再次成为加拿大的舆论焦点 加拿大召开工业安全会议 李凤志通过视频告诉与会者 资深政治人物永远都是中国间谍的头号目标 加拿大政府和情报部门应对这个问题抱有警惕 应该重视这一类问题 李凤志向新唐人表示 一般的间谍机构主要有两个目的 收集情报和影响政要 但中共却还有第三个不正常的目的 主要是让这些政要的不但为中共政府说话 而且还要撒谎 希望这些政要在讲说话的时候闭嘴 不要逼你中国的人性状况 不要接他们的丑 是维护一个非正义的东西 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共把维持它的政权是它的第一位的 所以它要利用国外的秘密力量来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 来折宠吧 据报道在当天会议上加拿大前外交官布兰恩迈克亚当还详细介绍了中共如何招募众多的信间谍内幕 迈克亚当表示在中国黑社会与中共情报部门合作操纵许多妓院卡拉OK厅和按摩店设置蜜糖陷阱又补粗心大意的西方人 12月1号会议召开后第二天 加拿大主流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 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也做了报道 但主题却是媒体炒作令人啼笑皆非 李峰志还表示中共正在进行的秘密活动有几大方面 其中包括对法轮功团体和对一些海内外维权人士所采取的手段 法轮功是其中的一个大方面了 在这方面它就会下很大的功夫的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 等到一些法轮功的内部的消息所谓的情报之外 他们还会动员一些国外的力量 间接的比较有所谓技巧性的进行暴征破坏 再有第三点就是影响一些人来说中共的好话 说法轮功的好话 这是必然的 那的话说出品把真相的还转下来 否则它使它来说服别人说服不了的 今年9月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德克特 与中共新华社驻多伦多记者施荣的逃色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加拿大国家邮报在报道中引用李峰志的话表示 虽然不清楚施荣是否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 但是中共间谍常用记者身份做掩护 中共当局它借着他们对外开放的名义 派遣了大量的间谍 然后各个国家来自中国的方面间谍 他们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国家都很大 因此也引起了日本各国政治的注意 我们光是这个有名有姓的 这个证据确凿的老国的媒体上都已经看过很多了吗 今年8月日本畅销杂志《邮报》周刊 大篇幅报道了中共三万间谍潜伏日本 搜集情报 报道直指中共最拿手的就是设逃色陷阱 7月台湾陆军司令部通讯处少将处长罗先哲 受中共女间谍色诱成为共谍 被判无期徒刑 3月韩国驻上海领事馆三名外交官 同时被一名上海邓姓女子色诱 交出国家机密 新唐人记者刘慧 王紫棋 伯尼采访报道